第26題,以至1,1就是電子電量,等於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庫輪 電中性的A與B兩物體互相摩擦時,A失去10的5次方格電子,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? 我們曉得摩擦起電就是兩個互相摩擦的東西,得失電子,有人得有人失 得之的電子數是一樣的,所以兩個所帶的總電量相同但是電性相反 所以選項A說AB兩,AB所帶的電量相同,電性相反是對的 那麼A失去電子就會帶正電,所以B前面說A帶正電是對的 那帶多少呢?一個電子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庫輪 現在失去了10的5次方格,有失去這麼多個電子,所以是1.6乘以10的-14次方庫輪 所以B的後面說且電量為1.6乘以10的-14次方庫輪,這個也是對的 那麼我們說他互相摩擦,有人得有人失 A是失去電子,就表示B是獲得電子 A失去10的5次方格電子,B就獲得10的5次方格電子 所以C說B獲得10的5次方格電子是對的 那麼因為他是獲得電子,所以帶負電,所以租的前面說B帶負電是對的 可是他是有得到了10的5次方的電子,一個電子只有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庫輪 所以他電量就不會是10的5次方庫輪 而是應該跟我們前面的A的算是電量一樣 1.6乘以10的-14次方庫輪 所以這後半部的敘述是錯的 所以豬的選項是錯的 所以第26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豬,B帶負電 這句話對,且電量為10的5次方庫輪 這句話錯,應該是1.6乘以10的-14次方庫輪 這句話錯誤